就算雨傘破了身体湿头 没法治 就算冷笑冷到不是未宜 就算我向世界飞奔千百里 又再说 就算跌过百次再寻下次 温室无非逃避再或遇 上汉仗照镜子 旅行仍此事 曾相像太套力太多实意 孤单的滋味天知我知 太幸福越是也许要变过几次 放不够珍惜的意思 曾失望太多就是多一次 放不够珍惜的思念永不可揭斥 追着紧的事已经错过无可知 请让我像心中拒指 认真说你自己 再认真说你自己 我看你想是做自然的事 明 Оп 當香港首富堂水平在橋江的山 要有人把這件事揭露出來 我和弟弟這幾十年所建立的 就會花為古有 那個警察幸運, 知道了秘密 所以叫死人 只有死人 所以他絕對保證不會洩露秘密 我覺得最大可能 就是巴打狀岩案發經過 那個殺手要殺巴打滅口 喬江先生曾經注資過拾波娜的公司 還因為這樣, 倆一起賺大錢 所以像拍檔, 像仇家 另外三大富豪和拾波娜 沒什麼生意來往 所以結怨的可能性命低 至於行空之窗 這麼多堂口都不肯認頭 香港這邊的線索還沒有突破 清Sir, 人家那邊查得怎麼樣? 我們問過拾波娜的家人 是, 夏淑 還有部分相信 曾經跟過拾波娜的人問過話 沒什麼料到 由於牽涉的人太多 印尼警方會繼續跟進 無論多周密的計劃, 也會有破綻 不如我們嘗試把自己掛回資料 大家調換看看, 可能有新看法 沒錯,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有新看法 以往會搖進去 每次的遊藝 是, 節儉快講 要唱另一程 挖進去 羅斯 或許 好, 翹先生, 許Sir他們到了 又來了 翹先生, 打擾了 來…請坐… 有些話說清楚比較好一點 只是補充資料 我記得翹先生說過這次拾布拉尼 在死之前和他通過電話 跟你談過一些生意合作的事 我覺得做生意的 在電話裡談生意很正常 有什麼問題? 沒有, 好像是聊過可換股債券的事 是 數目好像很大, 差不多200億 也算是我們公司今年有多大的投資 根據電信公司紀錄 在二月二十五日下午五點四十二分 你的確和拾布拉尼斯恩通過電話 而通過的時間是二十八秒 不夠半分鐘就可以談成這麼大間生意 是呀, 可能之前談其他生意 就談過一遍 所以在電話裡略略略談談 已經做實了 而在二十八秒裡 你還要談及可換股債券 要因應美國的加息而作出調整 那倒是呀 一、兩句就說好了 但我們查到 在拾布拉尼斯恩通過世之前 美國一直都是減息的 在拾布拉尼斯恩通過世後三天 美國才宣佈加息 不知道喬先生你是預知到美國會加息 還是太忙碌, 有些事混淆了 我們做這麼大的生意 都需要有各方面的消息 但是有時候人說話 比如說他心裡想著可能會加息 但是那把嘴巴又說加息 可能我一時就說得太快, 說錯了而已 對了, 已經三點了 歐洲那邊要開市了 許Sir, 如果沒有其他問題 我很想專心看一看一看 好, 喬先生這麼忙也不妨礙你 喬先生很明顯, 前言不對後語 這些大商家平時這麼忙 一時記錯的事不足為奇 不過在沒有其他投罪之前 將喬先生繼續列為調查目標 是, Sir 不好意思, Karen姐, 要你出錢就出力 我出力而已, 出錢應該是潘Sir 他知道你辛苦了 這單字漢仔, 我最愛 謝謝 真是輸得用脂肪很少 現在看著盛天樹之外 Sapora分公司的報告 就看到頭都大了 你看看我這一盒 是CIP套回來的料, 口味的屎書 為什麼那本的記憶不錯? 是何少良家人做的 上次我代你們出席他的喪禮 順便拿會回來給你們看看 你們慢慢吃 謝謝… 這麼忙, 還不讓人多看這些東西 是喬江先生幫他寫罪言 何少良先生熱心公益 對社會貢獻良多 對其離世心感染色 人都死了, 總是有賺舞壇, 是不是? 不是, 都是駕駛船的嗎? 上等人很多時候都喜歡玩駕駛的 來, 去車, 走 警察, 停船, 要不要開場 這艘艇好像在石門舟義勇炸走的 如果真的那艘艇 一定會有阿偷你開過槍的子彈洞 我磨清何少良的底 是, Sir 這一艇就是何少良的記憶 傢伙, 我們犯案早留了很久 資料很多年前已經存在 我知道他以前在律師樓做師爺的時候 和你三三五學的人附屬 當年喬江先生找到他幫忙 就是看著他這個關係 有很多大媽灑做事都不時踩個界 都是找他們出面 你也不是沒試過在座對美三大堂口圍 用得還手做事的 就算掛到料, 也很難把他淘汰進去 連他都藏不進, 又怎能去到大媽灑 這些叫紀錄在案 萬一有什麼事上來都方便他慘 何少良一個有多少艘船派在這裡 我先看看 何先生有一艘帆船和一艘快艇 都停在我們這裡 那二月二十六號 你們是不是全部出入後 都安裝了閉路電視? 是呀 這份是我們客戶何少良先生 今年二份手提電話的通話記錄 謝謝 你仔細一點看看 有沒有見過這個人 開過這艘船在這裡做過? 沒有, 謝謝 謝謝 何少良最近一個月手機的通話記錄 大致正常 星期一至五 每晚十點半至第二天凌晨五點 正好就是美國開市的時段 何少良也有通話記錄 看來他是在監控美國分公司那邊的 股票市場 每天七點開始他都有很多電話 大多數都是盛天的同事 跟他聯絡的電話 最巧的就是二十六號早上九點前後 即是Sabora和巴打被槍殺的時候 這段期間 何少良的電話沒有打出打入的記錄 一個多小時沒有電話的記錄 很可能要不就去了一些 收不到電話的地方 要不就關掉電話 石環洲就是收不到電話訊號的 何少良很有可能就是一個兇手 現在最關鍵的就是要找一隻快艇 我翻查過遊艇會的閉路電視 在二十六號的凌晨四點十八分 何少良握了自己的快艇出去 但之後就一直都沒握過回來 我們都查好其他遊艇會 船奧和碼頭 都沒有何少良的快艇的下落 假設何少良半夜握了艇出去找神菇蘭 在早上九點鐘上了石環洲 殺完拾波娜和巴打之後 就拿一隻艇走 當時我開槍打中他的艇 不排除何少良要毀滅證據 所以整整艘艇 這樣就可以解釋到 為什麼遊艇會的紀錄是有出沒人 這隻艇就這樣人間蒸發 那個推斷也算合理 但大家想想 何少良和拾波娜沒任何瓜葛藥 他殺人的動機是什麼 不如, 如果沒有推斷錯 何少良是有人主事 那個人很可能是喬光山 這件事一定要小心處理 我翻查過後翻一個檔案 何少良替喬光山做過很多宅戒 甚至是過了宅戒的事 我之前再向喬光山問話的時候 他有前言不對後語 對拾波娜和家王也有點隱瞞 再加上喬光山對何少良有恩 所以何少良絕對有可能 肯幫喬光山殺人 阿森, 你剛才好像砌圖一樣 把整件事的前因後果砌出來 亦和已知到的證據相當問合 但說到底這真是推斷 不算是實質的證據 但這麼多巧合同事出現 我想這些推斷和真相差不了 好, 那好, 我們鎖定目標 向律政署申請搜查令 搜查何少良的監控 將喬光山作深入調查 是… 伯俠, 你最喜歡的, 伯俠 以前就是你知道我喜歡什麼 現在我要知道你喜歡什麼了 你喜歡我積極做人嘛 要找對自己的路走嘛 我會的, 遲些我會回到內地拍戲 做女主角、表妹、同學 一步步離, 我會努力的 是呀, 伯俠, 你有沒有生勝了很多 我和那些手術 都很努力的拆出一個兇手 放心, 有點被沒了 那些案子也有盡子, 怎麼還這麼瘦 世事難料, 有些事不想發生 都會發生, 被都被不了 你想被什麼? 為了伯俠的沒什麼被 不過我怕查下去 可能會有些無辜的人受到傷害 天父, 我求求你快點給阿芯 拉到薩巴達的兇手 好, 阿芯就可以早日在傷痛內疚之中 恢復過你 好, 阿芯, 最後一問 你覺得負責經濟發生嗎? 我覺得會很棒 謝謝你, 阿芯 謝謝… 這個酒會是拾責經濟發生 我們在這段影片看到 當時喬江先生的手很明顯是沒事 但拾責經濟發生之後 我們去找喬江先生問話的時候 他的手很明顯是受傷 我也覺得他的手 沒有他只是撞傷這麼簡單 反而挺嚴重 但我們找過喬江先生看過三個醫生 探望他們的診所護士和大廈保安員的後風 這大半個月以來 喬江先生根本沒看過醫生 Sabola還沒死, 她的手就沒事 Sabola死了之後就說自己遇到 但又不去看車上送醫生 會不會是她身上有事 自然不敢看正確的醫生呢? 雖然這些不能當是證據 不過整件事這麼巧巧 令整件事更加可疑 叫C.I.B.那邊幫忙, 姊仁儀廣伺 是, Sir 不好意思, 有沒有撞傷? 沒事… 是你沒有撞傷? 不是也有什麼我一家… 不是, 真是, 應該沒有撞傷 你不能撞傷 要什麼事 不能撞傷? 你不撞賞傷 你還不要撞傷 你 phải撞傷 你不能撞傷 你沒有撞傷 我還是你撞傷 你不撞傷 謝謝 還不動 九龍總區重案可於衛心高級督察 馮智良先生,你屍然無牌行醫 現在正式拘捕你 你有權保持加密 你所說的話 將來可能會成為呈堂證供 帶洗手機回去 是,長官 兩位,翹先生 程序上要請你回去協助調查 馮智良 五年前因為賣丸子被人釘牌 醫生也沒得做 這次真是無牌行 醫治他當場斷症 你說五年能否回到出來呢? 何止 我們還在你的診所 手出了大量的藥丸 還有,根據法證初步的推斷 是需要醫生處方的精神藥物 有多大罪,你自己知道 不是還要我說的嗎? 你們到底想怎麼樣? 我們想你跟我們合作 我不是不想跟你們合作 而是不知道怎樣才能合作 我和大哥去看醫生而已 難道看醫生犯法嗎? 你們這些大有錢佬 有名醫診所不去 去看一些這麼討厭的 而且是沒有牌照的 說不通我,翹先生 你才說不通 醫生好不好不是因為名牌 而是醫治好 我不管他住在中環還是深水埗 況且他朋友介紹而已 他真的很厲害 我哪知道他沒有牌照 可不可以邀請一杯紅酒嗎? 我哪知道 我看見你,你真是否有牌照 你真是否有牌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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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指出你右邊肩膀所受的是槍傷 而診治時間是二月二十五號晚 剛好,Sabola也是二月二十五號晚受到槍傷 不知道這種口合你怎麼解釋 口合是你所說的 許Sir,我肩膀的傷是我的私人 不需要跟你說 不想說沒所謂 不過真相如何,我想很快會知道 好,那就等一等 除非你覺得看黑市醫生是很大罪 許Sir,某個協助調查應該告一段落吧 差不多了 大哥,剛才表面上抓毛排醫生 但實際上,衝著大過你而來 我想我們也要想對策才行 我沒有看錯人的 許偉心很難搞的 幸好我早就把他和志琳分開 所以我決定是沒有錯的 他總要搶起來也挺實際的 為什麼比他越找越多? 麻煩一定會有,最多在星期上 有些損失,不能入獄 不斷被許偉心咬著不放 也別說不投行 我橋江山什麼大風大露沒見過 根本就沒得輸了 何少良人都死了 勝朝兩兄弟又要站得這麼硬 身害了一群彭律師,看你能坐進去 難度分是九點九九 難一點了,那就逐個缺口擊破他 只要證實到喬江山右邊 肩膀是槍傷的 就已經打破了第一歸的決心了 對了 阿桃,法庭的搜查令批了 我們可以守何少良的家了 第個家人來吧,做事吧 是,Sir… 誰呢? 可能是那些搬運工人,你看看 好 媽媽,檢查 何太太是嗎? 什麼事? 我是九龍總居重案組 許惠深谷局副塞,這是搜查令 好,所有東西不可以移動 阿桃,書都是法律、金融 食譜也有,沒料到 我這批單都很正常,家庭、公司 那兩個的單都沒什麼特別 光碟都是盛天的提案和開會紀錄 其他的,慢慢看自知 我這些都是普通商業文件 看來也要靠你的書籍了,阿桃 你都要剷掉了 而且好像另一隻 無緣無故剷掉自己電腦的資料 還用審的? 簡直是傷毀屍滅跡 網絡公訊商一般都會記錄 用戶所有的網上活動 就算用戶將電腦全部製作過 剷掉所有的樓嵐紀錄 我們都可以追查 這就是你們之前所要的資料 謝謝 這是2月26號 就是Sabola和巴打被殺那天 賀少良的樓嵐紀錄 除了有網址之外 還有每個網頁的停留時間 這個網頁何舍良都看得很久 他要去看看 地政總署的網頁? 裸周門一帶的海圖 無緣無故看這麼生卡的地方的海圖 為何?潛水用嗎? 裸周門是全港最深水的海域 又是航道,不適合潛水 會不會他是想找一塊 又夠水深 又沒人潛水的地方 用來整整艘艇? 阿九,查到了 何少良死之前 在赤柱租過一艘快艇 這就對了 正如阿頭所說 何少良大有可能 就用租回來的那艘快艇 來拖著自己原本的那艘快艇 去到裸周門 接著去到裸周門就整沉自己的艇 豈不是可以毀屍滅跡,一了八了 禁於迴曲折 難怪我們掛腳也掛不到 現在就掛到了 叫水鬼 是,Sir 老闆兒 剛好有四十八個小時 我們也剛好在四十八個小時之內 找夠料充滿你 反客那邊已經找到人指證你 埋軟仔,還買一、兩次 是連續買了幾年 加上你無牌行醫,十六百六 想不想坐? 當然不想 我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跟我們警方合作轉為烏點證明 指證橋江山 答案完了之後,我們可以給你一個新的身分 可以到別處重新來過 這條是你唯一的一條生路 想想他 對了,思琳 你不是說過很喜歡去南極看南極江嗎 你能走開嗎? 走上手桌上的東西就走開了 不過想想,我們一家人都很久沒去旅行 南極江,冰天雪地 人人都穿得一隻腫瘡 大嫂,你了 在郵輪道走來走去 可以順道曬你的皮草,不用下船 橋先生,外面有一群警察 他們說要找兩位橋先生 爸爸,發生什麼事? 對了,還要一群警察 還要找一群警察 還要找一群警察 沒事的 我想他們想要找一群事協助調查 沒事的 九龍總區重運組警司潘國成 橋江山先生,橋江河先生 你們涉嫌和一宗串民謀殺案有關 現在又正式拘捕你們 不是事必要你們說 但你所說的事可能會作為呈堂證供 帶兩位橋山回警署 你必須拿孖葉嗎?我們會用暴力嗎? 徐Sir,我們一定會跟你回去 爸爸 放心吧,爸爸沒事的 天娜 三哥 幫我打電話給匡大佐 知道 兩位橋先生,請 橋江山先生,我們在海底打撈了一艘快艇 證實了是屬於你的下屬何少良 而快艇的艇身就是一顆子彈洞 這個子彈洞是我在案發現場石門州 看到疑犯拿下快艇逃走的時候 開槍打中他的艇身造成 就是說何少良就是那個疑犯 就是快艇的艇底穿了一個洞 很明顯是被人刻意鑿穿整沉的艇 我們還在艇上找到一支手槍 橋先生,這支槍對你來說 有沒有少許素在贖面? 法政那邊已經驗過這支槍 試射過 發現這支槍的來幅線和拾撲勒 巴打體內所找到的子彈頭 是完全吻合的 證實了這支槍就是殺人空氣 再配合其他環境證供 有足夠的理由相信 何少良就是殺死 拾撲勒拿和巴打的兇手 而在拾撲勒拿被槍傷的那晚 即是二月二十五號晚上 你的肩膀受了傷 去了一個叫馮智良的黑市醫生治理 這一點,馮智良已經證實了 他也轉了當我們警方的污點證人 他同時證實 何少良聽了這幾句話之後 然後就出去了 沒多久就發生這宗槍殺事件 根據反一組的顯示 何少良跟你關係密切 幫你解決過不少的麻煩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 何少良是聽你的吩咐而去殺人 不用再說了 阿良的確確幫我做了很多事 我險他險得太多 為何山哥我們去了這麼久 都沒有電話回來?難道真是很大件事? 康大長,阿良怎麼樣? 是不是有什麼事? 時間緊的 兩位喬先生的情況, 遲些再說 我看見Sapura要槍殺你 危在彈直之下, 我搶了他槍 逼不得已之下槍傷他 可視難保Sapura之後不再同殺機 為了你的安全 我決定令Sapura永遠消失 我沒有徵求你同意殺死Sapura 同時, 亦殺了意外撞破的警察 我是罪有應得 這事我最後一次自作主張去做事 若然給你不必要麻煩 懇請原諒 希望來世也能夠再見 二月二十八日深夜何少良絕不 這封遺書在何少良自殺之後 喬先生才收到 上面寫得清清楚楚 是何少良私下決定 要殺Sapura和楊耀東 所以證明我的當事人是清白 對這件兇案全不知情 喬先生, 既然你早就有何少良的遺書 我們之前找他下過幾次口供 還要懷疑你和這件兇案有關 為什麼你不早就拿出來? 許Sir 老爺, 殺人始終是一件光彩的事 更何況人心是肉做的 一個老伙計為了報你的平安去殺人 你叫我怎麼忍心把我弄出來 是你們逼我, 不說不行 我才逼著拿封信過來 我這樣做是令娘名譽掃地 我就很對不起她 我們查過你注資諾Sapura那二百億 你倆都賺大錢 為什麼她還要殺你? 貪得無厭 算了, 她拿把章指著我 據我簽名把我所有的錢 都把她的戶口都通過, 我不肯 她就開帳了 現在關鍵的證據已經出來了 除非你們可以證明這封遺書是偽造的 否則為何可以再懷疑我當事人 經筆職專家驗證過遺書的子跡 確認是何少良寫的 就算封遺書是真的 以何少良那樣忠心 幫喬江山殺人刀仔 寫封認罪有多難? 更何況她知道自己江南臭死 死了就是一條白療 現在喬江山最有利的地方 就是死無對證 何少良已經不在 她說什麼都行 那你們不覺得Sapura要殺她 是很不合理嗎? 麥景雄, 以我們手上的證據 要起訴喬江山處謀殺人 勝算有多大? 可以說是沒有 給你做陪審團 以大家手上的證據 我們唯有信喬江山的說法 我不是這樣放她走嗎? 阿三, 世事往往就是這樣 明知人替她攬上山 但我們也沒有負責 有做過就有做過, 避不了多久 好, 阿三, 世事往往 爸爸、義叔, 你們倆終於回來了? 擔心死我和子林了 究竟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警察會說你涉嫌流殺人? 他們查到娘殺死Sapura和警察 但強硬說我是主謀 不會的, 爸爸怎麼會這樣做? 那倒是 對, 幸好你爸爸有梁峰遺書 阿梁都認了所有都是他做的 這樣才證明你爸爸是無辜的 就是看大狀拿走那封嗎? 但為什麼他們會無端端懷疑爸爸你? 是許偉心 不會的, 阿三沒理由這樣做的 沒理由? 他生氣我一直不喜歡你們站在一起 就作個故意出來公布私仇 不是的, 阿三是因為忘記不出 以前的女朋友才不跟我開始 有關你的事嗎? 因為我早就看穿他 看穿他賣你身 不是想做你的男朋友 而是想做我的千億女婿 他把我弄不成 就找個兒子出來, 留一條口腦給自己 什麼口腦? 他跟你說, 他還掛著那個死鬼女朋友 真是說得很情深 可以感動你, 留到你的心 到將來我不在了 他肯定說, 舊情已經忘記他了 又可以回到你身邊 你爸爸只有你一顆女兒 你將來就要繼承你爸爸所有的事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阿三會這樣做 難道你相信 爸爸會殺了Sappola的處亡嗎? 現在事實擺在眼前 連警方都相信我們是無辜的 難道你現在也不知道 誰是真神, 誰是假鬼嗎? 對了, 子龍, 姓許的是愛人 我們才是一家人, 好嗎? 女兒, 清醒點吧 那個許偉心不是好人 你別為了他浪費時間 別再說了, 我現在很亂, 我不想聽 子林 我去看看 潘Sir, 我想繼續查查Sappola和巴巴丹 律政書那邊 都決定終止對橋江山的起訴 那條件結束了 但是Sappola堂堂有一個印尼大富商 身家幾千億計 會為了二百億殺橋江山 會不會有點牽強? 我也同意實有很多古靈精怪的內情 但是同意是沒用的 什麼都要說真憑實據 是不夠了就不夠了 所以我想去印尼 再找找Sappola和橋江山之間 還有什麼是否剖面的 但是請Sir過去了 我比較熟橋江山 或者找到一些新的資料 潘Sir, 你也不想巴打死 都不明不白 那好, 我給你兩個禮拜 如果兩個禮拜之內 你找不到有力的新證據 就一定會結束 是Sir, 聽Sir 兩位橋先生牽涉案件被傳媒廣泛報道 現在影響到盛天的股價 股價有時候有下降, 我們還算失得起 但是做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公司的聲譽 看來我也要找出幾瓶紅酒 跟傳媒朋友摸一下酒杯底 希望他們筆下留情 過一段時間這件事就會丟臉 我也想安排盛天贊助不同的辭職活動 做多些公關形象的事 好, 這方面你有空跟細琪生討 知道, 那我先出去了 Sir, 你去看看有哪幾間投資公司 預約接受Sapura的可惡股渣權 給人多賺一點都無所謂了 無求一次清晒羊 這樣就沒有眼屎乾淨 松子和Sapura沒有縫隙 這件事終於可以過一段漏了 只是這麼說, 但是子林現在心情這樣 我就很希望跟他出去逛逛, 閃閃閃 紅爺? 紅爺 山哥, 我剛剛收到一封 說許惠心過了印尼刮Sapura的資料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豈有此理 什麼事?大哥 許惠心, 死心不識 打算那個印尼刮我 就由他去 反正娘和Sapura都死了 打他識飛也查不到什麼 就算他查不到, 像玉瑰那樣冤著我 我還會有好日子過 怎麼會有好日子過呢? 這裡是印尼警方之前實實不拿的資料 那個人來之前看的 是, Sir 老闆…你要把我頭頭刮到資料回來 知道嗎? 瓜泰, 對不起 這個印尼警方幫你請的翻譯 你打給他, 看看有什麼要事才安排 是, Sir, 我先回去做事 鄧Sir… 許Sir, 什麼事? 我知道你還叫我搶十多個案件 我有些資料打幫忙你 什麼資料? 這針之前幫過我不少, 信得過 這位就是重案組許Sir 這位就是四眼夫 你們慢慢聊, 我先出去 謝謝 鄧Sir, 說你的資料很厲害 先說明, 善人費十匹 十匹?你的資料厲害嗎? 是否值得十匹? 那就視乎你想不想破案 我是自助為錢的 說笑, 你先看看 真是錢我照顧 那個人就是我老子 表面上他是捉魚 其實走私才是正職 那天他在石門州對開個荒島 拿著一批走私貨 無語中看到傢伙鬼鬼祟祟 把東西埋在地上 一定淫荒有好事 誰知看清楚原來是何少良 為什麼你老死會知道是何少良? Sir, 新聞都賣出來了 在飛鴨山燒彈死的聖天高層 朋友, 平時有一把掛租案 都看見一個頭頭, 怎麼會不認得 他看見何少良一陣 是多少日, 待會是幾點? 應該是二月二十七日, 星期三 大約下午三、四點左右 我還記得我老死說 星期三有夜晚跑 他還輸了瘋瘋腰, 所以我很記憶 何少良在賣什麼?賣到哪裡? 距離距離遠點看得清楚, Sir Sir, 荒島來的很偏僻 我老死帶你去路, 你懂鬼去嗎? 好, 叫你老死帶我同班手足去 手足? Sir, 你別玩了 我老死是走私的 他想爆料出來, 已經很冒險 你還帶一幫Sir去搞他? 不斷帶你一個人就算了 你可以想想, 正確是一手交錢 我馬上帶你見我老死 但我不敢擔保他會臨時縮收 到時不回事 師父, 搞什麼?這麼久? 一小時了 丁桂, 這麼久了? 大帽嘛, 走到深水也要降到 安全一點吧? 那個爛鬼也有人找到 好, 你們倆先回去吧 又大霧又大風 稍後會掉你們倆下水 走吧, 前面也是的 走吧, 前面也是的 大霧又大霧… 再還我呢?還我呢?還我呢? 開槍了, 無命呀 危險, 快走 别动 你们是什么人 香港警察 你们非法闯入中国国境 什么 这是哪儿 深圳保安区 陈队长 谢谢你 别客气 你可以离开了 盘Sir, 丁桂和四季夫是否放了 公安着情放得你走 今天就放了他们两个 是那两个狼狼善罗 一定要问清楚谁指使他们 问清楚? 一会是假裝模糊 说戴帽、走错路 入了华界都不知道 又说那天是远远远够 都何时来埋伤 埋伤什么都看不到 正确的地点又说忘记得清楚 那回来玩东西而已 那也没办法 到最后他们说真的找不到 就最多退回钱人费 有人愿意才埋伏向我开枪 这件事是没法假的 这一点公安证实了 在现场找到的弹头 有属于你的枪, 亦有不明来力 他们也是收到线报 说有人非法入境才拉队去那儿 那放在局上吧 在丁桂和四季夫 引我去那儿开枪 关上房门再说 其实我也觉得很可能是 但是放在桌上就要说证据、说法例 尤其是我们是纪律部队 事实上你真的犯了上面的法律 放你走, 已经是着情处理了 很明显这件事 就是有人不想我再查 莎布拉和巴达那件案子 这个一定是乔光山 你怎么慢慢再说 不过你就… 上天怎么说 你已经被劳力, 即是隔职 天知我知 太幸福的事 也许要变过机智 放到珍惜的意思 失望太多 就是多一次 不捨的思念 不可挟支 追着紧的事 已经错过无可知 请让我将心中举止 认真说你知 未经许可,不得不思考 不然 不信心 未经许可,不得不不得不 不得不透 不至于 优优独播剧场——Industry